10點08分 歡迎大家在十整點新聞過後 再次回到生活同樂會 禮拜三的第二小時 是一同愛自己的單元喔 剛剛前面也先預告了 我們今天有一位 實在是不像話的美女醫師 來到現場實在是 越來越美 不過我要先跟那個 上映的美女醫師 如果有感應到什麼的聽眾朋友們呢 要說聲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這個小時已經回歸到正常 因為剛剛我有一個同事一進來 電台同事現場就跟我說 他剛剛開車的時候邊開邊聽 越聽頭越昏 因為他說他好像就是確實 比如說他如果以前去參加朋友的告別式或什麼 到了美衣館他就會覺得不太舒服 他說他剛剛就覺得 越聽頭越昏真的好昏喔 我說真的假的 所以我們剛剛在 在分享這些真的 真的的這些真的也不是鬼故事啊 真的靈異傳奇的時候 或許真的有一些 這個感應比較強的朋友們會覺得 有感應到什麼 那在這邊先跟大家說 還是要講一句 就是我們的作者所說的 就是這些故事都是要教大家 就是諸惡莫作心存善念 這個是最重要的 好那麼接下來這個小時呢 一同愛自己 讓我們來歡迎我心目中最美的美女醫師 歡迎長根紀念醫院長根診所皮膚科主治醫師 胡倩婷胡醫師 哈囉美女主持人 你不要叫我美女主持人 你做也很美麗啊 我跟你講齁 我真的就是今天喔就是 就是敗在我忘了化妝出門 這件事情上面 我看到胡醫師 我就想說糟糕了 今天馬上高下力見喔 欸越來越美欸 沒有沒有 你裸說很漂亮 欸我跟你講我那天就看到 就是看到好像是你們另外有一個 類似像是一個發表會 應該是一個 一個技術 還是一個機器的發表會 然後 你有在現場跟那些網美 一起拍照 那是硬波拉提 硬波拉提 對對對 我跟你講你比那些網美美多了 喔 我是說你看馬上成這樣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啦 我跟你講我看到那一張喔 我有把它放大喔 確定就你站中間嘛 然後其他那些網美啊 就是網紅啊 嗯他們都很美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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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你真的最美 而且呢 我都很怕變成他們媽媽 不是 我跟你講搞不好那些你的 欸拜託你女兒都那麼大了 你的年紀還真的能當他們媽 然後你還比他們美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喔 想要跟胡醫師一樣這麼美 就去長根診所找他 哈哈哈哈 今天我們要聊的就是 告別毛手毛腳 夏日除毛喔 其實我們之前好像 我記得我們有喔 我記得之前是 黃醫師有來聊過 也是夏天 講的是汗 除汗 除汗 因為很多人都有那個問題 就是然後手術之後 反而就是這 手術之後反而就是 有後遺症很多 所以那次黃醫師來跟我們講 就是 其實現在 就開始講 怎麼樣可以 就是如果你有汗的困擾的話 有哪些方法可以去 去幫助你 那現在有更好的 相較於以前 就是把汗線什麼切除那種方式 就是有更好的方式 其實在夏天還有另外一個 呃 以前上次胡醫師 胡醫師之前也跟我們聊的就是 美白 嗯 美白防曬保養 防曬 對不對齁 那大家看到他也就知道 他非常的身體力行這件事情 哈哈 我今天防曬妝很厚耶 你今天防曬妝很厚 我女兒說我也很脫妝 因為防曬差太多了 不會啊 有嗎 所以你今天是擦防曬差很多嗎 對對對 你每天防曬 我記得你防曬擦很多層對不對 嗯 有點厚 有點厚對不對 對對對 到底是擦幾層 擦兩層 你的欸那你先 防曬先上 再上隔離 好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防曬還是先講一下 因為我有一點忘記了 所以先保 一樣保養嘛對不對 早上起來 先擦化妝水 再擦乳液 嗯 再擦防曬 再擦隔離 再上蜜粉 然後 再擦一層防曬嗎 防曬 對就是隔離裡面有防曬 所以算兩層防曬 喔所以你先防曬 然後 隔離 隔離本身有 SQ35左右的 所以有算防曬 喔 所以等於兩層防曬 所以你今天其實是沒有上粉底 你是上隔離 然後 防曬跟隔離 再加上蜜粉 可是這個隔離可能是有韌色的隔離 對對對 好了解 今天的妝容很完整啊 啊 有點偷妝沒關係 沒有啊 欸你今天真的很完整欸 你連那個眼影睫毛都畫了 好美喔 好 所以剛剛再次講到就是 因為 胡膚的這個皮膚真的非常非常好 因為我是 我是 見識過這個沒有妝 沒有妝感的狀態之下 今天算有妝感啦 因為今天那個 有隔離 他的皮膚真的非常非常好 那但是他就一直一直告訴我們 你就是防曬要做好 你就是防曬要做好 那就算我們去做一些 醫美的皮苗啊 或什麼東西的話 你還是防曬更重要嘛 對不對 嗯 做完防曬更重要 因為做完醫美有點皮膚偏紅 嗯 所以曬完它也會更紅一點 會 所以就是這個是很重要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夏天的第三個 除了美白 除了汗的困擾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你沒有辦法穿太多衣服 所以你的毛手毛腳 所有的毛可能都會露出來 哈哈哈 藝毛也很容易露出來啊 因為我們如果穿無袖的話啊 對不對 所以呃 我最近因為看到很多 我在看到太多我的朋友在 在那個臉書上打卡 或者是 就分享他們除毛的一些經驗 嗯 讓我也心癢難耐 所以呢我就想說 如果 你都沒有毛 欸對啊我沒什麼毛欸 我真的沒什麼毛 欸我腳上來給你看一下 很好啊 很白啊很白系啊 我這樣的腿算 是腿毛算還好對不對 幾乎看不到毛 一點點 對啊 我的毛都長在頭上了啦 就我頭髮很多 好我們來講一下就是 先來講毛 毛毛毛毛 我前面有講很多嘛 就是說呃 有人是手毛腳毛 就覺得很困擾 有些人是翼毛 翼毛也很困擾 因為真的有很多 很多人他的毛比較多 多量的時候喔 是會從腋下 唱唱唱 唱出來這樣就是 哦 你知道就是那種唱出來 真的是很難受 你知道嗎 就是旁邊人看也會很難受 那尤其是夏天很多女生很愛美去海邊 穿比基尼 嗯 那他也會覺得說 這個小可愛熱褲 比基尼 這個時候 如果露出了這個 私密處的毛毛 那就真的非常的尷尬喔 可是除毛方式非常多種 我們以前看到有什麼蜜辣啊 脫毛啊 或者是 我連在那個影片裡面 電影裡面 常常看到這個 呃外國人在除毛 嗯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呃 胡醫師來 完整的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有些人 好像除毛除到最後 反而造成一些傷害 後遺症 也有對不對 呃有時候越 越除越粗 對 或是越除越 色差 皮膚有色素傳足 嗯 好我們先來講 毛這件事情齁 體毛 又多又密 那你通常是遺傳嗎 對 大部分遺傳 嗯 如果你父母親的毛很粗的話 你的毛的紀律應該是 50% 嗯 所以你的毛粗 加上你的遺傳 嗯 通常是皮膚都會比較粗糙 毛粗皮膚有時候會比較粗糙 哦 那 呃 可是有一些人 好像會受到藥物的影響 是不是 呃 除非 常吃類固醇類的藥 都會引起毛髮增生 是要吃嗎 所以你擦 擦類固醇也會毛髮會增生嗎 哦真的嗎 對對對 那是大命 但是你本身體內藍氫荷爾蒙偏高 也會毛髮比較多一點 所以你們說你們曾經也碰過 就是女性突然間長出了 呃 鬍鬚變得比較多 或者是 或甚至是女性也有碰到曾經 碰到有長胸毛的嗎 有 就是她的藍氫荷爾蒙過高 所以那是她自己體內的內分泌不平衡 是不是 對對對 對 有時候是卵操問題 哦真的啊 對 所以要看婦產科 她這種毛很難除 因為你男性藍氫蒙偏高的話 你除完還會長出來嘛 嗯 所以你要看婦產科 看看你的男性藍氫蒙有沒有偏高 嗯 再用類肤藥來處理一下 欸那所以你們看到的 你們這邊講的說女生突然長鬍鬚 她那個鬍鬚是 不是我們說這邊這個含毛比較多那種嗎 不是 是真的鬍子嗎 對啊 跟男生一樣 比較粗大 哦 毛髮我也比較粗 哦 欸可是一般來說 真的是這種荷爾蒙影響的 來除毛的應該比較少啦 大部分 大部分是天生就遺傳毛髮比較粗大的 比較粗大 對 可是你剛剛講那個用類固醇藥 這個東西讓我有點害怕 因為其實蠻多孩子小的時候都會用到類固醇的藥物 例如什麼 例如過敏嘛 對 或者因為現在過敏的孩子 異位性皮膚炎還是越來越多對不對 嗯 過敏還有比如說像是被蚊蟲咬傷 有時候很嚴重的時候醫生也會這樣也會開那個類固醇藥 對 那短暫使用是ok的 真的嗎 冷皺以內是ok的 可是長期服用或長期使用的話毛髮就會變多了 所以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欸那有一些長期服用類固醇藥物的會有 通常都是皮膚的問題才會去 皮膚會變薄毛髮會增生 對皮膚會變薄喔 皮膚會變薄喔 皮膚會變薄 對 我們以前只記得說你長期服用類固醇的藥物 有可能會什麼月亮臉之類的對不對 對水準變薄毛髮增生是蠻多副作用的 蠻多副作用 對 所以這個一定要在醫生的一個安全的指示之下 來服用 好 那另外來看到就是常見的除毛方式 我們今天就完整的請 胡醫師來幫我們做一個優缺點的分析 第一個就是最傳統 也就是最最方便 你有一把刮毛刀你就可以處理的 用刮毛 刮毛的好處跟壞處 嗯 我看臨床很多男生喔 刮鬍子 容易刮破 刮破皮膚嘛 那刮完容易長痘痘 可能這過度刺激他的毛髮了 所以刮毛是暫時的改善 可是大概老三天以後就長回來了 喔 所以一個短暫的改善不是永久的 所以刮的人就覺得很 就是覺得很煩啊 每天都要刮 然後你常刮的話 你的毛系統也會越來越粗大 所以整個腹質會變得比較差一點 就是這一片對不對 就看你刮哪裡對不對 對 欸我記得我記得那個我媽媽年輕的時候 也很在意就是那個 她是喜歡腿光光的 所以她就說她那時候有用那個刮毛刀 刮腿毛 可是她說刮了幾次都嚇死 因為長出來更粗 對不對 要是她毛髮她會長更粗大一點 那會變多嗎 不會變多可是毛髮會變粗大 毛系統比較粗大 所以刮毛你們可能會比較不建議對不對 而且容易刮傷 常刮傷很像有濕菌感染 嗯 對還是有一些風險 對所以我覺得刮毛可能就是 比如說男生的刮鬍刀 所以刮鬍刀是 你剛說是手動的 電動的是不是就比較不會 電動他們覺得刮不乾淨 就會有一個小小的一些 所以有時候男生覺得 電動的怎麼刮 那個顏色還是很黑啊 或是毛渣很多 嗯 好所以呢 但是男生因為沒辦法嘛 鬍子的問題 有時候他能選擇的也不多啦 也選擇的方式不多 應該不會有男生為了鬍子去做雷射吧 有現在很難做出臉部的毛髮 非常多 比例非常多 真的假的 她說除完以後刮都很順了 而且那毛渣會比較少 她沒有到100%去除 可是除完的確刮得很順 喔真的啊 很多男生在除啦 我不知道 鬧腮鬍啊 鬍子全部除 真的啊 對 我以為就是大部分男生 就是男生毛的問題 大概就鬍子 鬍子就刮一刮嘛 NO 他旁邊皮膚啊 病毛那些都很粗大的話 他打打會比較舒服 欸對耶 臉都比較清爽一點 其實有一些那個鬍子刮久了 你真的看他這邊 就是然後就是會很大粗的那個毛 對啊毛細孔很粗大 所以他不喜歡那種感覺就把它粗粗 那毛髮變少的話 皮膚會比較細 好 所以這個是刮 那呃女生的話 大概有一些人會比較容易用刮刀的 呃就是這種 大概就是只有腋下的部分 有些人可能會使用 會覺得腋下不是常常除的話 偶爾這樣除一下 那還有就是眉毛嘛 眉毛我們最容易就是要化妝的時候 誒我幫你收個眉毛 那但是這個都因為眉毛的部分也不太多 偶爾修一下也還好 但是長期的話比較不建議對不對 好再來 拔毛 呵呵 好痛 我媽以前啊 她是不用那個剃刀剃眉毛的 我媽是用那個捏紙 一根一根拔 拔出那個眉毛的心 我說你不痛啊 呵呵 還有現在還有人拔毛嗎 其實臨床上有個 例名是拔毛 拔毛疾 我知道 對啊 因為拔我覺得很開心 那種應該是 是我覺得很開心的那個過程 其實拔毛蠻痛的 真的有人用拔的嗎 你說腳毛用拔拔什麼時候啊 對啊 我也覺得拔毛這樣拔什麼時候 所以我看到這個常見的除毛方式 有一個拔毛的時候 我就在想 那到底是什麼狀況 有人會拔鼻毛 好吧那鼻毛因為量不多嘛 但是鼻毛拔起來很痛吧 而且真的很痛吧 可是喜歡拔毛 那我就覺得拔毛這個過程很enjoy才喜歡的 哦 所以拔毛是 這個基本上這個人 他有一種偏癖喜歡拔毛 好 那我們就略過他 蜜蜂 好多人在問蜜蜂 蜜蜂除毛 也是一個很普遍嗎 蜜蜂如果臉 因為你手上如果沒有雷射滋留的話 蜜蜂是一個快速的 那用就是一塊很 跟皮膚融合的蜜 鋪在皮膚上面 然後輕輕一拉起來 就等於拔毛一樣 就比較舒服一點的拔毛 嗯 哦 舒服的拔毛 對對 所以蜜蜂因為我沒用過 它是怎樣 它是一塊然後你要加熱嗎 還是什麼 溫溫的 溫溫蜂 就好像你做了個 做一些手工衣品這樣 熱熱的蜂 在鋪在你的皮膚上 然後過了大概十分鐘以後 就輕輕整片拉起來 然後毛就跟著它上去了 哦 會痛嗎 就等於拔毛一樣 它會有微痛 可是比拔毛 自己拔毛比較輕一點 而且一次會拔比較多一點 哦 可是它是不是有一些限制 或者是有什麼後遺症嗎 其實蜜蜂這種拔毛 都大部分在美容院 然後SPA裡面做 所以你整個過程 享受它的服務嘛 嗯 還有按摩啊 冰蜂啊 或是膚射保養品 可是它的效果就是短暫 因為你還是會長回來的 你不是永久的改善 嗯 所以蜜蜂拔毛 算是一個美容的這個過程 嗯 可是不是根治的過程 那它的拔毛拔完之後會長回來 但會跟刮毛一樣變更粗嗎 拔毛有時候你長期拔毛 其實毛髮會萎縮的 還是有效 所以其實你用蜜蜂除毛 確實長期出可能會越來越少 對 因為你毛髮不斷的拔 不斷的拔它會慢慢萎縮 那會不會什麼毛孔堵塞啊 然後發炎有沒有可能 因為它已經跪在美容院裡面 做一個服務 可能應該做得不錯了 已經讓你覺得有點享受 可是它畢竟不是根治的方式 所以一天到晚要跑美容院 做這個蜜蜂的除毛 嗯 那它每個地方都可以除毛 大部分皮膚正常的沒有傷口 應該可以 但是那個私密布的話就不建議 因為蜜蜂有時候會引起一些皮膚過敏 對啊 因為我就在想有些地方 比如說私密處的毛 你也用蜜蜂除 除得了嗎 蜜蜂包括小腿比較多 對啊 腋下可能也不太適合蜜蜂 因為腋下有的人毛很多 很蜜的時候可能也不適合 好蜜蜂 剛剛講了 分析了她的優力 再來就是很多人做的雷射 剛剛好多人都在講說 好多人做雷射除毛 她說我們下午的那個馬克也有用雷射除毛 所以確實男生女生都有 雷射除毛它的好處 就是可以根治 可以 你每次除一次可以有30%毛不會再長 所以你會越打越少 而且永久的不會再長的話 所以很多病人還是接受雷射除毛會接受度比較高 它什麼地方毛都可以除毛 應該是喔 因為擦完麻醉要用光線去打它的話 應該沒有什麼很大的浮作用 那那個雷射除毛之前要先剪或是要先幹嘛嗎 還是就是直接 一般我們病人都不太需要做什麼素前的準備 除非你擦A酸的地方要停用A酸 可是一般的人身體不會差A酸嘛 所以那沒有問題 可是你不要在素前拔毛喔 因為我們光就是要去破壞那個毛 如果你把毛拔掉再來除毛的話 是沒有效的 那它哪裡都可以除的 比如說腋下或什麼 那剛剛很多人在問說雷射除毛到底要除幾次 才能夠完全讓它不會再長 如果你是個要求不會很高的人 你除一次就有30%的減少 所以你一次就滿意的話OK啊一次就OK 那你是個非常完美的主意者 你要100%沒有毛 就是光的 光的可能要五次了 喔 對三到五次 那平均只是三次 平均三次 對 所以也很乾淨 欸很多地方 我的意思是說那種毛很多的地方 腋下啦或私密處都可以嗎 算它每次少30%啦 所以你三次左右應該少了五十到七十% 當然還是有點細毛 可能你腰就不夠啊 應該三次就差不多了 喔 欸那很痛嗎 擦麻藥美女 我們要擦麻藥 可是有人說擦麻藥還是痛到那個往生的感覺 這是你的機器的問題啦 喔 機器也有很多問題 你要選擇好的機器 好的機器 所以雷射有很多不同的機器嗎 對 除毛雷射很多種 它你選擇一個 最專業的應該是亞歷三大除毛 有有有 我最近一直聽到亞歷三大除毛 對 它的差異在什麼地方 因為你的毛髮其實它是黑的嘛 所以你要選擇一個 可以打黑色素 而且打很深層黑色素的雷射才可以除毛的 喔 所以我們一般皮馬雷射是沒辦法除毛 因為它的雷射的光能進到那麼深層的地方的話 是亞歷三大常脈衝亞歷三大雷射 所以這種秒數要照得夠久才可以除毛的根部 所以雷射選擇很重要 所以就是說你如果要去做一些除毛的話 你還要先去了解先問 問清楚就是說 用什麼雷射在除毛 所以有一些診所可能它不見得有進 就它可能就進個一台機器 不見得是 欸有部分診所是買賣窗光來除毛 對 用賣窗光可以回春也可以改三復資也可以除毛 可是它的成效就比不上兩一三大好 喔 那它比較不專 嗯 所以除了量會 每次的量會很少 嗯 所以那雷射除毛 因為像如果說我們去打臉部啊 或肌腹的雷射都會跟你說 欸你這個短時間之內不能碰光啊 然後要防曬 那如果是除毛的手術的話 需要做什麼特別的護理嗎 其實素貌就是皮膚有微紅 可是這雷射是破壞毛狼 嗯 所以皮膚表層是不被破壞的 嗯 所以基本上你差點收霜 差點保濕乳液 嗯 一兩天紅的過去 嗯 你就可以去游泳啊去玩水了 欸那在雷射的當下毛就掉了 還是它後面是慢慢掉 毛是當下焦掉整個變成焦掉 對變灰了 你就輕輕一擦 哈哈哈哈 不是那個恐怖片 輕輕一擦毛就掉了 對對對對對 就吹一口氣 就灰飛煙面這樣那個毛 對可是皮膚是完完整的 好恐怖喔 為什麼我覺得很恐怖 那會聞到膠味嗎 有點 會聞到膠味 可是我們都會可以很 很很長的吸煙的那個服務 所以你聞到一點點而已 欸那時候有 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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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講麥充光 麥充光 麥充光剛剛講到就是說 它因為是做到 呃 因為 我知道麥充光是 呃 胡醫師非常非常推薦的 因為他說有些人可能怕 比如說皮膚比較薄啦 或是怕 呃 怕自己太敏感啊 等等 其實做麥充光來做 定期的保養是很好的 嗯 那它的這個毛應該就只是 除你臉上的細毛對不對 對 你打麥妝全臉打的時候 它有一點點除毛效果 可是你的目標是除毛的話 你會很失望 哦 就它一點點的 你會感覺不會很大 但是鬍子可以啦 就是說 有些女生 這也不是鬍子 有些女生很在意人中這邊 就是含毛 對 一點點就可以 含毛可以對不對 對 少量就可以 大量的話還是用到 比較專業的亞利桑那類色 欸你知道我以前有個朋友啊 他就是一直覺得自己額頭 沒有 沒有額頭 沒有額頭 對 就是他覺得他自己額頭很低 他就很羨慕我這種額頭 我額頭很高 啊我還覺得 這有什麼好的 我還喜歡用瀏海遮起來 可是他就覺得自己的 但確實他比較短 所以呢他就去做額頭 你知道的嘛 這是除毛啊 不會吧 這是除毛啊 他就做那時候 他們就是用脈衝光 那時候已經二十年前了 哦 二十年前那時候 他就用脈衝光 就是醫生就是跟他 一直把額頭照 發現的地方 他就是醫生 他就醫生就問他說 你要多高 你要多高 你上面要多高 然後他就說欸我大概想要這樣 所以就抓了一把頭髮你知道嗎 就是一把頭髮這些我都不要 這些我都不要 所以那個他們的做法 因為我有陪他去 所以他可能就是先 先把這邊先剃 就是頭髮先剪剃掉之後 然後就 然後那個時候沒有用雷射耶 不知道為什麼 二十年前沒有 沒有這種除毛雷射嗎 應該也有啊 應該有有 但是他就是給他打脈 好像就是打光 所以呢 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打很多次喔 應該是喔 後來啊 我就在想 怎麼有可能 你那裡就已經是頭皮了 你怎麼做得粗 而且頭髮那麼粗的話 很難除欸 而且他頭髮很黑 又黑又粗 所以就是那個 應該是毛孔 他的那個皮 頭髮的毛孔比較大的那種 所以很難除啊 原則上是這樣啊 我不知道他做了幾次 因為我陪了兩次 後面他就都自己去 然後做到那個後面啊 但是我後來再看到他 他真的就是 就是你就會覺得 遠遠的看啊 不要近看啊 當然他還會化妝 可是他真的這個地方 就是額頭就出來了 哈哈 他做了超過 我不是開玩笑喔 他做出來多的位置 大概多了三分之一耶 喔 因為他原本實在太低 他原本額頭可能 他原本髮尖先在這裡 他以後 以後年紀大會不會後悔啊 哈哈 我不知道 頭髮很珍貴 所以我就想到 哎 麥沖光可能打是有用 但是如果以現在來說的話 真的要做額頭的話 是不是直接用雷射打就好 對 用雷射比較快 比較快嗎 是說比較少一點 對啊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剛剛講完了 就是各種除毛方式的優缺點 那呃 等一下回來呢 我們就要講 其實還是有些人不太適合對不對 有一些膚況可能不適合做雷射除毛 然後呢 我就會想要問一下 Simi的問題 OK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做出一個愛心的樣子 啊很簡單 哈哈 大家知道嗎 有很多女生呢 去做私密處的除毛 會做出一個愛心 天哪 為什麼要做愛心 然後愛心怎麼做 然後 狐狐說很簡單 還有通常 除去要做什麼準備 術後怎麼照顧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除毛小物啊 等等 除毛膏等等的 那我們就請醫生 再幫我們做個完整的介紹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除毛的問題的話 也歡迎可以 在YouTube直播去留言 我們這個非常專業的 又美麗的胡醫師 在這邊會幫大家來做解答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喔 哎呀今天的話題好害羞喔 好害羞喔 你很嗨嗎 你很嗨嗎 十點三十六分 歡迎大家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禮拜三一同愛自己 我們講的是除毛 剛剛講了很多各式各樣的除毛方式 然後呢 就有人開始講到這個私密處的除毛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為什麼其實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因為夏天的關係 而且現在年輕女生真的很愛除私密處的毛 是的 我要來這個 試移一下齁 就是 有一種說法 說毛不要 私密處的毛不要除光 因為除光的話 因為毛可以幫你什麼 隔絕一些髒東西啊 或什麼 如果你除光的話就是 呃 女生的私密處很容易感染 這是真的嗎 其實因為 我們 勝出來原始的時候沒有衣服的時候 當然毛髮是一個保護的作用 當然你現在都穿得那麼好了 雷褲也那麼高檔了 所以毛對於四部的毛應該沒有什麼很大的作用 反正它容易引起一些味道 跟引起一些毛囊鹽的問題 所以四度的除毛是不錯的 欸講到毛囊鹽啊 因為我剛剛看到有人說用冰刀 你知道冰刀嗎 冰刀喔 就是有一種刮毛的東西叫冰刀 我跟大家講喔 我之前也曾經就是想過要買冰刀 但我忘記好像是薏毛還是什麼 但我其實也沒什麼毛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 但後來 我有看到上網去搜尋 很多人私密處的毛也用冰刀處 結果後來就是 有非常大的比例出現毛囊鹽的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每個地方的皮膚特別不一樣 私密處是不是特別敏感 因為它比較悶吧 所以流汗或之類的 所以 如果穿的衣服比較悶的話 毛囊鹽的幾乎會比較大 可是用冰刀有可能是刀子本身 就沒有消毒過的 所以除下去的時候 不小心掛到皮膚之類也要有感染的問題 對 因為我看過蠻多 我真的看過 在網路上看很多 就是用冰刀處私密處的毛 結果結果就是那個 後來發炎感染這樣 所以你說現在 欸問一下喔 夏天來除毛的人真的很多對不對 很多 那現在以排 以部位來排名的話 排第一的是哪裡 腋下 腋下 對 男女都有嗎 男生女生都有 男女 但女生還是佔比較多對不對 女生都是大部分腋下跟那個 新出跟小腿 對 它都會三個地方同時出 好 那男生呢 男生鬍子 男生出鬍子真的喔 鬍子很難刮 所以要處處比較舒服 所以他們真的也是坐雷射 對對對 咬了三張雷射 可是不對啊 你們說坐完就不會長了嗎 有30%的不會長 可是留下一點點 還似乎有點毛 所以他就 毛會比較細 比較好刮 所以他有可能只來做一次 然後後面就自己處理 他覺得好處理多了 是不是 對 男生的目標是打完比較好刮 那個毛比較細 比較長得比較慢 所以比較舒服 喔 好 那女生你說第一名是腋下 腋下 第二名呢 私密布 就私密布 對 那現在女生都怎麼處啊 有弄形狀嗎 小愛心 你說小愛心 那好幾年前了 喔真的喔 現在大部分都處光光 就歐美營樣 現在把它處光光 小愛心是幾年前 愛心怎麼那麼做啊 他我們給他先畫了那個形狀 把你要處的地方剃掉 剃掉要處的地方喔 現在你保留了毛髮的地方 所以我們雷射就打到剃掉的地方 就打出了形狀出來 算簡單的 喔 所以就是把剃掉的地方 你先把形狀畫出來 然後剃 哎呀就跟這個 如果是生小孩的媽媽一定知道嘛 因為生小孩的話 假設你是自然產的話 一定要剃毛嘛 一定要剃毛 那他也是一樣就是 但是他有做出一個可愛的形狀 然後剃掉之後 雷射就打在剃掉的部位 對對對 所以讓如果你多做幾次 比如說做了三次之後 可能旁邊那些就不會長了 對 你就有個心形了 你就有個心形 你的心形就保留 你說現在是全部都 全部除光乾 乾淨 連那個缸門口都要除 啊 是啊 他們又很乾淨 跟歐美的風潮是差不多的 所以 所以為什麼歐美人 為什麼一開始是歐美人要全除嘛 歐美人覺得毛髮是比較髒 比較不好整理 所以他們都要求全部除掉 可是歐美人的那個毛髮本來就比較長啊 他們的手毛腳毛也比較長對不對 欸 看情形 有時候一毛是跟東方人差不多的 喔真的啊 對對對 好 那所以 那我們就講到如果是全除 可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私密處的皮膚 跟一般我們的皮膚又不太一樣啊 對會比較薄一點 因為他一定比較薄 而且有色素 對 對有點色素傳作 所以你要打的人會比較輕一點 因為要上臉麻醉藥跟口服藥都會同時使用 喔 會有可能會有什麼後遺症嗎 對 你說打的時候要很刺痛感 就是會痛 可是說後還是蠻安全的 嗯 對還是不會有燒傷皮膚的問題 嗯 所以如果說 欸我為什麼看到有人打六次啊 六次是他要求太高了 他要一根毛都沒有 就需要打到六次 對刺書跟看 看人的對自己的要求嘛 嗯 他要打到光溜溜 一根毛沒有的話 就五到六次以上 嗯 欸都沒有毛會不會很涼啊 那種感覺就是 你知道就是很涼 哈哈哈哈 因為呢 你知道去世之後 是年輕女生就要全部除 我覺得很辣悶 欸其實沒有 我跟你想啊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同年喔 嗯 他說他其實原本也沒有 他說是因為他 呃去年動了一個手術 嗯 那婦科的手術 那動手術前就是會刮毛嘛 嗯 然後所以把麻 那個後來就是要剃毛嘛 就剃了 然後手術動完之後 他就覺得天啊 他這一生第一次 嗯 就是都沒有毛 然後他就覺得好舒服 怎麼這麼舒服 原來 原來私密處沒有毛 是這麼舒服的 但是因為後來就會 開始長出來嘛 嗯 那他就開始刮 因為他已經 因為就是你前面 因為他是因為手術的關係 所以要剃 然後剃掉之後再長出來 其實那個過程有點難受 因為他那個刺刺的嘛 嗯 那他就刮 可是刮刮他就覺得實在太煩 然後後來他就去做雷射 喔 乾脆做雷射就 就讓他一勞永逸 那當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到 就是完全一根都沒有 可是他只是跟我講說 超舒服的 就是 哈哈 回不去了 就是他曾經弄過之後 就回不去了 那 剛剛有講 因為很多人都 剛剛前面有很多人問說 雷射到底要做幾次 那 照胡醫師的說法 就一次減少30% 那所以三次左右 大概可以達到一個 就是 算比較乾淨的 對 可是如果你要到一根毛都沒有的話 你可能就是 真的要 要再多做幾次 那後面如果再做的話 他是針對有毛的地方去做就好 還是還是整片 還是整片 因為毛是很散摘性的均勻的減少 所以還是從現在打一遍才有用 剛剛他們有人講說歐美的男生都會除私密粗的毛 會 真的喔 他除這個形狀出來 還是會有啊 男生嗎 我們男生還要除腳毛蠻多的耶 你們在診所裡面 對對對 他覺得長毛太粗了 也要除除皮膚比較好 所以很多要求的 除毛的人要求的蠻多的 好 那什麼樣的膚況 適合或不適合做雷射除毛 除非你的毛是白色 你就不要考慮除毛 蛤 因為我們雷射只能 對於有色素的毛是有反應的 沒有色素的毛 他可能打下去有沒有什麼反應 也就是說如果 因為我們人老了會長白頭髮嘛 對 就是我們黑色素的那個細胞就慢慢死掉了嘛 所以長出來是白的 那如果他的 在身上某些部分地方的毛髮也變白的話 這個就是打雷射就沒有用 是這個意思嗎 對是沒有用的 紅色或是白色的毛是比較 白色比較難除 紅色外觀紅色的話 可能效果沒有黑色的好 對 所以你要白色毛你要除掉的話 你就不要考慮雷射 可能雷射就沒有什麼用 好 但是以膚況來說沒有擦嗎 比如說有些人說 我的皮膚比較敏感 或是我的皮膚特別乾 那我打完雷射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紅腫之類的 其實敏感來是你擦的麻醉藥 所以你擦麻醉藥要比較緊身一點 而且範圍那麼大的話 你擦量一定會很多的 所以麻醉的時間這樣 半個小時就夠了 不要擦太多 然後擦完 除完你要把它洗乾淨 擦很瘦霜都可以 一般除完回去皮膚是沒有什麼傷害 之後毛會掉掉 一點點掉掉 嗯 但它會自己掉嗎 對它自己會掉 在當下就算沒掉回去也會掉嗎 回去也會長得非常慢非常慢 所以你要等一個月以上 才可以出第二次 喔對這也要問 就是要每一次每一次的間隔 要一個月以上是不是 你要等到它原來毛再重新再長回來 可以看到毛再長出來的時候再出 好 那術拳你剛剛說不用做什麼準備 除非你長期擦A酸的人要停用 你知道臉部擦A酸的人要停用 因為A酸對光會比較敏感 打擦虛皮會比較敏感 好 那術後照顧剛剛胡醫師也講了 最後還有一些除毛小物 到底可不可以用 現在我們在房間會看到一些什麼 除毛海綿 除毛膏 除毛乳霜 這些東西到底是 它裡面含的是什麼 因為我有聽說除毛膏 就是除毛膏 它好像就是 就是說你塗上去 因為你知道我們常 我參加很多那種社團 就是那種團媽都會代購 那個韓國哪裡的除毛膏 然後她就會說 採上去之後 再過了多久之後 你只要輕輕的用濕的毛巾 把它抹掉 你的毛就跟得下來了 比蜜辣方便多了 這樣子等等 可是我就一直在想 它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它一定是化學的成分嗎 難道真的不會對皮膚或毛囊 產生什麼傷害嗎 我們先來講除毛膏嗎 除毛乳霜 它是到底是什麼 它是一種瘤醇 以酸鈣的成分 是酸性物質 它可以溶解毛髮蛋白質 所以它 它皮膚上的毛 它只是溶解你 就是皮膚上面的毛 可是裡面的毛囊的地方 是除不掉 就等於你刮毛的原理是一樣的 你只要除掉表面上的毛 毛囊是除不掉 所以你這個效果是很短暫 而且這種產品應該 當然是大部分的人不會有過敏 跟小部分的人還是擦完 皮膚會有過敏的問題 而且不持久嘛 而且它如果是酸這樣講 感覺是把皮膚 把那個毛髮融 就溶解我們的毛的蛋白質 所以一擦就掉了 它掉在表皮上的毛掉 毛根沒有掉 所以它不是根治的方式 所以如果跟蜜蠟相比的話 蜜蠟它是 蜜蠟是拔 拔的原理 所以蜜蠟拔的比較乾淨 這個是 上面的毛除掉 等於刮毛的原理 那但是它不會 如果相較於刮 直接刮的話 它可能不會造成你變粗 但是它有 對不對 應該不會 所以它本身是酸性 所以有時候 敏感的肌膚 可能會有產生 過敏刺激 灼傷之類的問題 好 所以這個是 短暫的除毛方式而已 除毛膏除毛乳霜 都是這樣子的原理嘛 對 就是溶解它的毛的蛋白質 溶解毛髮的蛋白質 就表皮上喔 毛根是沒有辦法的喔 好 那除毛海綿是什麼東西啊 我有去查過 但是等於一個 摩擦的一個 磨砂膏的感覺 它是一片海綿 比較粗粗的面 你就一直磨磨磨磨 然後磨到毛髮打結以後 就慢慢一拉就掉了 好痛喔 對物理上的作用 所以你能除 局部的地方 你不可能整個腿這樣除 因為我覺得很不舒服 喔 它可以除局部毛是ok的 局部有快 大概銅板那樣大的地方是ok的 喔 所以沒有辦法大片面積 你想想看 有些人的藝毛真的很多的那種 你要這樣子給它打結打結 而且要自己搓喔 這樣搓喔 不斷的搓搓搓搓搓 搓到捲起來就要掉喔 所以是一個 很奇怪的物理的方式 對啊那它感覺就是拉扯啊 對拉扯 然後搓到整個捲起來 就慢慢掉這樣 所以很麻煩 我看很多很多網友用過 都覺得不好用 不好用 對 比較麻煩 好好 那我們先聊到這邊 休息一下 因為我看到有蠻多人在提問題的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回來喔 就會來回覆大家在YouTube留言區 這上面呢 呃留的問題 大家對於不管拉除毛 或者是還有美容方面 比如說呃皮膚上面啊 像上不管你要打什麼啦 什麼什麼等等的 你任何跟皮膚美容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來留言 在這邊 我等一下請他來回答大家 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喔 十點五十三分 歡迎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一同愛自己單元 我們請到的是長庚紀念醫院 長庚診所皮膚科組織醫師 胡倩廷 胡醫師來跟大家聊 好告別毛手毛腳的夏日除毛二三世喔 那欸那個剛剛很多人都有問題喔 那其中有一個問題就問到說 請問我要去哪裡找胡醫師喔 我要去長庚醫院嗎 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他們長庚診所實在是規模太那個 就是他們的皮膚科實在是原本是皮膚科嘛 應該是 診話醫師也有啦 對 然後他們的規模實在太大 因為生意太好 所以呢 他們現在是 已經移出來 在長庚醫院的對面 文華東方後面 對 那邊 他們有一個單獨獨立的診所 大概有三層吧 那所以你們如果要去搜尋 就是搜尋長庚診所 那胡倩妮醫師去看 就是如果有什麼 有什麼問題可以去找他 那剛剛有人問到就是 有卸足腫體質的人可以打雷射嗎 基本上除毛雷射是沒有傷口 喔 所以不會有傷口真身的問題 喔 所以只要你整個過程沒有破皮的話 都可以打 好 所以這個除毛雷射是不會有傷口的 所以卸足腫體質來說應該是 應該是OK 那還有人說 他男友自己刮鬍子 常常刮到毛囊炎 那像這樣的狀況 因為你剛有講 很多男生就是 你要減少刮鬍子 就可以去做雷射 那像他這樣子 適不適合做雷射 很適合 你打完以後比較好刮喔 所以毛囊炎的機會比較少一點 喔 男生們 我真的不曉得 原來男生們是為了鬍子 因為有些男生真的 烙腮鬍很多 還有你刮完那個顏色輕輕的 看起來都髒髒的 然後刮不乾淨的時候 都會有那個毛根在裡面 就會覺得黑黑的那一片 雷射打完就不會對不對 對比較白 喔 雷射打完也會比較白 好 還有人說 呃 雞眼可以用雷射打掉嗎 雞眼 你確定是雞眼嗎 或是 病毒有 所以雞眼的話 應該不太需要用雷射打 嗯 我們用冷凍療法都可以 嗯 所以看你有多嚴重的雞眼 嗯 還是要給醫生看一下 對 好 還有 脖子上面有小肉球 或是肉牙 有些人是在臉上 在眼睛周遭部分 嗯 這些可以怎麼處理 我們叫汗管瘤 這用雷射除掉 這跟保養品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很多人覺得 啊 保養品用太多 如果有那個肉牙是不對 應該是你的體質會長汗管瘤 哦 所以這個用雷射就可以處理掉 對 是哪一種雷射 氣花雷射把它一顆一顆把它打掉 所以有傷口一個禮拜 那他需要再做一次 或是再做兩三次 可能會有一兩顆會孵發 所以平均做一到兩次就可以了 欸那這個如果有傷口的話 他應該也是要注意防曬了 就臉部傷口應該恢復期蠻快的 一個禮拜就好 哦 好 然後嘴角有一個五公分的疤痕 能用什麼方式去除嗎 這個疤痕已經有十幾年 老疤啊 所以疤痕要分很多種 紅疤 黑疤 凹疤 都有不一樣的做法 所以你的疤痕如果是紅疤痕的話 就用染料雷射 如果是有點凹陷的話 用肺收雷射 或皮上 皮上注射一些玻璃酸之類的也可以 哦 所以要看你的疤痕的形狀來 決定你做的治療方式 嗯 嗯 好 所以等一下 最後一個問題我們已經要結束了 皮上靠近眉毛的地方有疤痕 適合雷射嗎 你是說要除這個疤痕嗎 眼皮上靠近眉毛的地方 如果有疤痕的話 其實有疤痕我們都可以 都可以除 美化不是除 是讓它接近正常皮膚 我知道你們叫修疤對不對 對對對 你不要邀請太高 100%恢復正常皮膚 可是要修一下 你看 這樣簡單啊 這可以修嗎 可以 我去年剁到手 大家知道嗎 現在後來它就增身 因為我沒有去壓它 我沒有那時候在恢復的時候 我就還是做很多事 我就沒有壓它 它就現在整個就是增生出來 這可以做修疤痕嗎 可以打一點點的除疤痕 真的 好 我做了好之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會去找胡醫師喔 好今天非常謝謝胡醫師來跟我們聊 告別毛手毛腳 希望下次很快有機會再看到他 謝謝